大家好,我是Stan 大家還記得引起航網共憤的激州島敞篷車事件嗎? 當時男友知道女友沒攜帶安全帶後 就全力踩油門發生車禍,導致女友身亡的事件 今天在激州法院的激州 招開了這個事件的一審公判 而這位男友被判了無罪 法官在宣告公判表示 當車輛發生犯車事故的時候 被告人也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很難判斷是故意出車禍 也未能發現到犯刑的動機 而檢方主張的犯罪方式不合常理 在事發現場附近沒有路燈 被告人也因為喝酒 所以很難判斷能在現場計劃犯罪 並且在車禍後有大聲向周圍求救 因為能夠證明嫌疑的證據不足 所以宣告殺人罪無罪 酒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 男友的律師表示 在自己的生命也有可能會危險的情況下 故意出車禍是沒道理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有計劃的 因為有行車記錄器 也就不會詢問有沒有吸安全帶了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連錄音證據都有了竟然還無罪 在敞篷車上確認安全帶後 就踩油門加速已經是很不尋常的事情了 不是在女友出事後 去了女友家刪掉了電腦記錄不是嗎 在車禍後的行蹤也詭異 可疑的事情不是只有錄音呢 就覺得會判無罪 只有行車記錄器的錄音是很難定罪的 對於這個事件一審判無罪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下一個消息是 根據媒體報導 昨天有網友透露 Joy的私人帳號被盜用 打開了原本設定不公開的權限 將裡面所有的照片都外洩了 其中也有與公開戀愛的Krushy的合照 Joy太可憐了 太過分了 藝人也是有私生活的 這樣盜用帳號也是問題 但是消費這些照片的人不也是有問題嗎 然後因為Joy的私人IG帳號的內容 主要都是食物工作照片 寵物照片 還追蹤了很多粉絲帳號 所以也有很多這樣的留言 怎麼辦 看到私人帳號後 對Joy更有好感了 連私人帳號也這麼乾淨 真的好喜歡Joy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這個遊戲真是神奇的 這個遊戲真是神奇的 我愛你真是神奇的 那個猶亨 我愛你真是神奇的 我愛你真是神奇的 我也真是神奇的 是的 我們真是神奇的